大家都是知道的,一个都没有才能够称为五种灭绝,随着人类的过度消费,地球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,五种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,最明显的例子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,维多利亚湖,位于非洲东部,面积是世界第二大淡水湖,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旬修建的水电站,湖面水位上升, 大量的水和电滋养,数以千万进的非洲人民,维多利亚湖的主要水源是降雨和数千条小溪,唯一的出口就是尼罗河,如果管理得党,维多利亚湖至少会为沿岸居民提供生活所需品,而这些地区会成为一直适宜居住的地方,这样一个巨大的湖泊,对那些普遍缺水和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福音。 肯亚、坦商尼亚和乌干达三个国家,为了争夺资源,经常还会大打出手,所以导致了无限制的捕捞,慢慢的湖中的鱼也开始减少了,因此,三国商量引入飞鱼和鲁鱼。 在那个时代,非洲国家引进罗飞鱼和鲁鱼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他们没想到,这会导致物种灭绝的悲惨结局。 飞鱼和鲁鱼在维多利亚湖里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鲁鱼,比其他水域的更残忍,随住湖中鲁鱼的增多。 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也面临猪灭绝的威胁。 结果,五百多种物种灭绝,包括鱼类、甲鞘类、软体动物、甚至鸟类。 以枣类为食的鱼类被鲁鱼消灭后,湖中枣类大量繁殖。 当地居民将水葫芦引入维多利亚湖,以抑制水藻生长,解决了水藻问题。 但由于水葫芦造成的问题更大,更多的湖泊生物窒息而死。 最奇怪的是,这三个沿海国家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弥补生态破坏,尽管它是如此严重。 2017年1月,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派出人员在维多利亚湖收集资料,得出结论,鱼类减少80%,物种减少60%,鸟类减少3%, 35%,这意味着整个湖泊的生物链被完全摧毁。